牛排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 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或什麼樣子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會煎太熟 不然就是太深 所以應該說熟度不好控制對不對 對 好 今天所愛客哥哥呢 就教你一個非常現代的烹調方式 它叫做低溫烹調法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牛排囉 就先幫我塞一點鹽巴跟胡椒 妳幫我把肉排放進來好不好 好 然後妳就兩面 各放一點點蒜頭給我好不好 然後我裡面也會加一點 這個是新鮮的香草 你可以用一點點奶油 或橄欖油都沒關係 各放一點點 好 這邊我就直接把它抽真空囉 你看 它會先把空氣抽掉 我們要把它放到溫水裡面 那今天我們大概就是用 攝氏58度左右 泡30到40分鐘就可以了 你想說天哪 這台機器是看起來有點厲害 對不對 這個東西它可以控制你的水溫 這一台會加熱 那這個牛排呢 其實我們泡到現在呢 它中間的部分 就已經控制在我們要的熟度了 那這邊呢 你先幫我把它剪開來好不好 剪開來然後幫我把那個 多的水分都先擦掉 再上一點點油喔 我們表面都要裹上一層油花喔 這樣可以保護我們的肉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煎它對不對 這生意也很不錯對不對 好香喔 很香喔 它那個焦香味都出來了 那這個上面呢 我們等一下可以切一點點 那個新鮮的香草喔 好 差不多囉 你可以翻面了 那它平整的攤開來喔 對 那你可以輕輕的去壓它 然後它可以跟鍋子 徹底的接觸到 現在大概是7分左右 像這樣子 完成了之後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擺上來 然後你幫我 撒一點點那個巴西里葉上來 輕輕的 平均的撒上去 那我們可以加一點那個檸檬皮喔 增加一點點柑橘的風味 OK 那像這樣子就完成了喔 這個呢 就是今天教你的 低溫舒肥牛排 簡單嗎 超簡單 要不要試試看 當然要 好吃 把肉汁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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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之後 馬上 還能夾 輕鬆